克里切原来躲在阁楼上 小天狼星在那找到了他 他满身灰尘 无疑又在翻寻布莱克家的其他古董 想藏到他的柜子里 虽然小天狼星对这个说法感到很满意 哈利却有些不安 克里切出来后情绪似乎有所好转 他那怨恨的嘀咕减少了 也比平常听话了 但有一两次哈利发现这个小精灵在贪婪的叮嘱他 一见哈利发觉赶忙移开目光 哈利没有把这隐隐的怀疑向小天狼星提起 圣诞节过完了 小天狼星的快乐在迅速回发 随着众人离开之日的临近 他越来越容易陷入被维斯莱夫人称为 间歇性忧郁症的状态 沉默寡言脾气暴躁 经常躲到巴克比克的房间里一待就是几小时 他的忧郁在整所房子里蔓延 像毒气一样从门底下渗过去 所有的人都被感染了 哈利不想留下小天狼星一个人跟克利切作伴 事实上 他生平第一次不再盼望住回霍格沃茨 返校意味着回到吴姆里奇的专制之下 他一定又强行通过三百四十四 了十来条法令 再说又没有魁蒂奇球赛可判 考试而临近 作业量很可能又要增加 邓布利多还是那么遥远 要不是有的 哈利觉得他可能会去求小天狼星 让他离开霍格沃茨 留在格里摩广场 假期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件事 让哈利真正害怕返校了 哈利亲爱的维斯莱夫人 把头伸进他和罗恩的卧室 他们俩在下无时期 贺民 金妮和克鲁克山在旁边观看 你到厨房来一下好吗 斯内普教授有话跟你说 哈利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的车正在和罗恩的一个族子激烈搏斗 他正兴奋的给他加油鼓劲呢 压扁他 压扁他 他不过是个小卒子 你这个笨蛋 对不起 维斯莱夫人 你说什么 斯内普教授在厨房里 他想和你谈谈 哈利惊恐的张大了嘴巴 他望望其他几人 他们都目瞪口呆的看住他 贺民好不容易才管住了 一个钟的克鲁克山 此时欢喜的跳到棋盘上 棋子尖叫住四散奔逃 斯内普 哈利茫然的问 斯内普教授 亲爱的 维斯莱夫人责备的说 快来吧 他说他待不了多久 他找你愚吗 维斯莱夫人走了 罗恩忐忑的问 你没干什么吧 没有 哈利愤慨的说 一边拼命回想 自己有什么过错 会让斯内普追到 隔离店广场来 母飞上次作业得了个T 一两分钟后 他推开了厨房的门 看到小天狼星和斯内普 坐在长桌前 气呼呼的 瞪着相反的方向 沉默中充满了 对彼此的厌恶 小天狼星面前 有一封打开的信 哈利出声 报告他的存在 斯内普回过头来 一张脸相在 悠悠的黑发帘中 坐下 波特 我说 小天狼星往后一靠 翘起椅子 对住天花板 大声说 我希望你不要在这 发号施令 斯内普 这是我的家 斯内普苍白的脸上 涌起一阵难看的红丑 哈利在小天狼星身边坐了下来 望着桌子对面的斯内普 我本该和你一个人谈 波特 斯内普嘴角浮现出惯常的冷笑 但布莱克 我是他的教父 小天狼星嗓门更大了 我是奉邓布利多之命来的 斯内普说 声音则越来越阴毒 不过请留下 三百四十五 布莱克 我知道你喜欢有 参与感 这话什么意思 小天狼星问 重重的把一腿落回了地面 只是说 我想你一定挺心烦的 不能为凤凰社做任何有用的事 斯内普故意强调有用一词 这下轮到小天狼星掌红了脸 斯内普嘴角带着胜利的笑容 转向哈利 校长让我来通知你 波特 他希望你这学期学习大脑 封闭术 学习什么 哈利愣愣地问 斯内普的冷笑更明显了 大脑封闭术 防止头脑受外来入侵的法术 是巫术中冷屁的一支 但非常有用 哈利的心脏剧烈地跳了起来 防止外来入侵 可他没有背负神 大家都这么说 为什么我要学大 这玩意儿 他问 因为校长认为有必要 斯内普和缓地说 你一周接受一次单独辅导 但不能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多罗雷斯乌木里奇 明白吗 明白哈利说 谁来教我 斯内普扬起眉毛 本人他说 哈利赶到他的五脏六腑在融化 有斯内普单独辅导 他到底做了什么 要受到这种惩罚 他忙求助地看住小天狼星 为什么邓布利多不能教他 小天狼星多多逼人地问 为什么是你 我想是因为校长有权 把不愉快地拆石下放 斯内普原话地说 我想你保证 这不是我要来的 他站起身来 我星期一晚上六点 在我办公室等你 波特 如果有人问 就说是魔药课不习 见过 你在我课上表现的人 都不会否认 有这个必要 他转身离开了 黑色旅行斗篷 旋起了一股风 等一等小天狼星 说着坐直了身子 斯内普回身看住 他冷笑着 我很忙 布莱克 不像你 我没有无限的空闲 那我直话直说吧 小天狼星站了起来 他比斯内普高得多 哈利注意到斯内普的手 在斗篷口袋里钻紧了 他猜想一定是握住了魔障柄 如果我听到你借叫哈利 大脑封闭数来整他 我会找你算账 多么动人 斯内普冷笑道 但你一定发现波特 很像他父亲吧 不错 小天狼星自豪地说 那你该知道他骄傲自大 批评对他就像耳旁风 斯内普圆滑地说 346 小天狼星一把推开椅子 大步朝斯内普走去 一边抽出了魔杖 斯内普也量出了魔杖 两人摆开架势 小天狼星脸色铁青 斯内普在算计 目光在小天狼星的脸 和杖尖之间扫来扫去 小天狼星 哈利叫道 但他好像没听见 我警告过你 鼻涕精 小天狼星的脸 离斯内普的脸不到一尺 邓布利多或许认为 你改造好了 可我不那么想 那你为什么不对他说 斯内普低声说 是不是担心 他不会把在老妈家 躲了六个月的人话 当回事 告诉我 卢休斯马尔夫近来怎样 我想他一定很高兴 他的哈巴狗 在霍格沃泽任教 提到狗 斯内普轻轻地说 你知道吗 你上次冒险外出石 卢休斯马尔夫认出了你 很聪明啊 布莱克 在安全的站台上 被人看到了 让你有铁打的理由 以后不用出动了 是不是 小天狼星举起了魔杖 不要 哈利叫起来 从桌上翻过去 挡在他们中间 小天狼星 别 你在说我是诺夫吗 小天狼星咆哮道 想把哈利推开 但哈利坚决不动 嗯 我想是把斯内普说 哈利 让开 小天狼星大吼一声 一掌把他推到旁边 厨房门开了 维斯莱全家和赫敏一拥而入 个个兴高采练 维斯莱先生骄傲地走在中间 穿住条纹布的睡衣 外照一件防水雨衣 这好了 他兴冲冲地向整个厨房宣布 完全好了 他们全都将立在门口 瞪着眼前这木定格的情景 小天狼星和斯内普都扭头望住门口 魔杖直指对方的面门 哈利张住手臂站在两人中间 想把他们推开 我的天哪 维斯莱先生的笑容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小天狼星和斯内普都垂下了魔杖 哈利左右看看 两人脸上都带着极度的轻面 但突然进来这么多的目击者 似乎使他们恢复了理智 斯内普把魔杖插进口袋 大步走出厨房 没有理睬 维斯莱等人 走了门口 他又回过头来 星期一晚上六点 波特他扬长而去 小天狼星瞪着他的背影 魔杖垂在一旁 到底怎么回事 维斯莱先生又问 没什么 亚瑟 小天狼星喘着粗气 像刚跑完长跑 只是两个老同学叙叙旧 他好像用了极大努力似的微笑道 你治好了 好 真好 可不是 维斯莱夫人把他丈夫 领到一把椅子跟前 斯梅随克治疗师 终于找到了蛇毒的解药 可以对付各种蛇毒 亚瑟也从倒过麻瓜医术中 吸取了教训 是不是 亲爱的 他威严的问 三百四十七 是的 莫莉维斯莱先生温顺的说 那天的晚餐本应是非常愉快的 哈利看得出 小天狼星竭力想活跃气氛 他强迫自己为弗雷德和乔治的笑话而高声大笑 殷勤的给大家夹菜 但除此之外 他的脸就会阴沉下去 显得心事重重 他和哈利之间隔住来向 为斯莱先生道贺的蒙顿格斯和风眼汉 哈利想对小天狼星说 别把斯内普的话放在心上 斯内普是故意激他的 他们都不认为小天狼星听邓布利多的话 待在格里默广场是贪生怕死 可是没有找到机会 看住小天狼星那可怕的表情 哈利怀疑即使有机会 他也未必敢讲 他只是小声对罗恩和赫敏说了要跟斯内普学大脑封闭术的事 邓布利多想让你不再做那些关于伏地魔的梦 赫敏马上说 你不会舍不得他们吧 跟斯内普普克 罗恩声音中充满了恐惧 我宁可做噩梦第二天 他们准备乘坐骑士公共汽车回霍格沃茨 还是尤堂克斯和卢平护送他们 哈利 罗恩和赫敏进厨房室 他俩正在吃早饭 大人们好像在小声交谈 但没一开 他们马上回过头来不说了 他们匆匆吃过早饭 穿上外套 戴好围巾 准备上路 一跃的清晨天色灰白 寒意袭人 哈利的胸口堵得难受 他不想跟小天狼星说再见 他对这次分别有一种不详之感 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小天狼星别做傻事 他担心小天狼星受了斯内普的刺激 可能现在就已盘算着 贸然离开格里木广场 但他还没想好怎么说 小天狼星就把他叫到了一遍 你戴上这个 他悄悄的说塞给哈利一个包的很不像样的 瓶装书大小的东西 这是什么 哈利问 如果斯内不欺负你 他会让我知道的 别在这打开 小天狼星提防的看了看维斯莱夫人 他正在劝双胞胎 带上他自己只的手套 我怀疑莫莉不赞成 但我希望你在需要我的时候用它 好吗 好的 哈利答应着把小包塞到上衣内侧的口袋里 但他知道他是不会用的 他绝不会把小天狼星引出安全地带 无论斯内普在教他大脑封闭术时怎么虐待他 走吧 小天狼星拍拍哈利的肩膀 强打笑容说 哈利还没来得及说话 他们已经上了楼 停在上了粗铁链和门栓的正门前 维斯莱一家围在那里 再见 哈利 多保重维斯莱夫人拥抱了他一下 再见 哈利 替我看住点说 维斯莱先生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好 好的 哈利心不在焉地答道 这是他提醒小天狼星的最后一个机会 他转身望住旧父的脸 张嘴刚要说 但小天狼星用一只胳膊搂了他一下 粗声粗气地说 照顾好自己 哈利 然后哈利就被推进了凌冽的空气中 唐克斯追着三四八 他下了台阶 头发是铁灰色的 12号的门在身后关上了 他们跟住卢平下了台阶 走到人行道上时 哈利回头看了看 12号再迅速缩小 两边的房屋延伸过来挤着他 一眨眼的功夫他就不见了 快点 越早上汽车越好 唐克斯扫了一眼广场说 哈利觉得他眼神中有一些紧张 卢平挥起右手 砰 一辆鲜艳的紫色三层公共汽车 从天而降 差点撞到了鹿灯柱 但灯柱朝后一跳躲开了 一个穿住紫色制服 长着招风儿 满脸粉刺的瘦小伙 跳下来说 欢迎乘坐 我们知道了 谢谢你 唐克斯迅速说 上车 上车 他把哈利推向汽车踏板 书票员瞪眼看着哈利走过去 唉 是啊 你要喊他的名字 我就中你没人搭理 唐克斯小声威胁道 一边把金尼和赫敏也推向前去 我一直想做这个罗恩高兴的说 他也上了车 只顾东看西看 哈利上次称骑是公共汽车 是晚上 三层车厢里排满了铜床架 现在是清晨 车上摆着各式各样的椅子 也不讲搭配 胡乱的围在窗边 有的似乎是在汽车突然停在格里墨广场时翻倒的 几个巫师正在嘟嘟嚷嚷的爬起来 不知是谁的购物袋滑到了车厢那头 青瓜卵 蟑螂和淡奶壶洒了一地 看来我们得分开了 唐克斯果断的说 一边寻找空座位 弗雷德 乔治和金利 你们坐到后面去吧 卢平可以跟你们一起 他和哈利 罗恩和赫敏走到了顶上的一层 最前面和最后面各有两把椅子 售票员斯坦桑帕克热心的跟住哈利和罗恩走到后面 哈利走过时许多人回头看他 当他坐下时 看到那些脑袋都赶忙转过去了 哈利和罗恩每人递给斯坦十一个希克 汽车又开了起来 摇晃着绕过格里墨广场 车身扭来扭去 时而还会驶上人行道 然后又是砰的一声巨响 他们都往前一冲 罗恩的一贴 他膝上的小猪从笼子里挣了出来 揪揪的飞到车厢前面 拍着翅膀落到赫敏的肩头 哈利抓住了蜡烛架才勉强没有摔倒 他朝窗外望去 他们好像正沿住一条高速公路急驶 博明汉城外斯坦愉快的回答了哈利心里的问题 罗恩努力从地上爬了起来 你挺好的 哈利 我夏天老是在报上看到你的名字 可是没啥好话 我对恶恩说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没那么怪啊 慢慢显出来的 是不是 他把票递给他们 继续著迷的盯着哈利 斯坦显然不在乎一个人有多怪 只349 要他的名字能上报 其实公共汽车吓人的倾斜助 超过了内侧的一流小汽车 哈利望望前面 看到赫敏捂住了眼睛 小猪在他肩上快乐的摇摆住 砰 椅子都朝后滑去 骑士公共汽车从博明汉公路 跳到了一条幽静的乡间小道上 一路近视险万 车子忽左忽右压上路边时 一道到树里跳出闪开 他们又开上一条闹市区的主干道 一座崇山峻岭中的高架桥 然后是高楼间一条冷风嗖嗖的街道 每次都是砰的一声巨响 我改主意了 罗恩第六次从地上爬起来时都浓道 我再也不想做这玩意了 注意 下一站是霍格沃茨斯坦快火的说 摇摇晃晃的走过来 前途那个霸道的女人 给了点小费要让你们先下 不过我们得先让马石夫人下去 下层传来呕吐声和可怕的哗啦声 但不舒服 几分钟后 其实公共汽车在一个小酒吧外 尖声杀住 小店闪身躲避 才没有被撞上 他们听到斯坦把可怜的马石夫人扶下了车 二层乘客都嘀咕住说了口气 汽车继续前行 加速 直到碰 他们已经行驶在白雪覆盖的霍格莫德村 哈利瞥见了小乡里的猪头酒吧 砍下的猪头招牌在寒风中吱嘎作响 片片雪花打在车前的大窗子上 车子终于摇摇晃晃的停在了霍格沃斯大门外 卢平和唐克斯帮他们把行李弄下车 然后下来说再见 哈利望了一眼三层的骑士公共汽车 见所有乘客都把鼻子贴在窗子上看着他们 进学校就安全了 唐克斯警惕的扫了一眼僻静的街道 过得愉快 宝中卢平和每个人握手 最后轮到哈利时 听着他低声说 其他人都在和唐克斯最后道别 哈利 我知道你不喜欢斯内普 但他是高超的大脑封闭术师 我们包括小天狼星都希望你学会保护自己 所以刻苦学习 好吗 好 哈利沉重的说 抬眼望着卢平那过道显出皱纹的脸 再见了 六个人吃力的拖着箱子 沿着结冰的车道往城堡走去 赫敏说要在睡觉前支出反顶小精灵帽 来到项目大门前 哈利回头看了一眼 其实公共汽车已经不见了 想到明天晚上的事情 他倒有点希望自己还在车上 第二天 哈利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晚上害怕 上午的魔药客丝毫没有消除他的恐惧 斯内普还是那么可恶 课间不断有道的成员满怀希望的来问他 晚上要不要聚会 令他的情绪更加低落 我会通知你们的 哈利一遍遍的说 但今天晚上不行 我要补魔药客 350 你要补魔药客 午饭后 扎卡赖斯使密斯把哈利堵在门厅里 挑起眉毛说老天 你一定糟透了 斯内普不经常给人补课 是不是 使密斯趾高气昂的走开了 罗恩气愤的瞪着他 要我咒他吗 我还能点中他 他举起魔杖对准了史密斯的后背 算了 哈利沮丧的说 谁都会这么想 是不是 谁都我笨 嘿 哈利哈利身后一个声音叫道 他转过身 发现邱战在那 嗯 哈利的腹部揪紧了 我们在图书馆 哈利和民果断的说 抓着罗恩的胳膊 把他朝大理事楼梯拽去 圣诞节过得好吗 秋问 嗯 还不错 哈利说 我过得挺安静 不知为什么 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嗯 下个月又要去一次霍格莫德村 你看到通知了吗 什么 啊 没有 我回来后还没看过布告栏呢 是在情人节 哦 哈利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个 你是不是想 要是你愿意他热切的说 哈利呆住了 他本想说 你是不是想问下次 找活动的时间 但他的回答好像对不上 我 他说 哦 你不愿意就算了 他说 似乎有些屈辱 没关系 回头见他 善善离去 哈利瞪着他的背影 脑子疯狂的转动 突然醒悟了过来 秋 嘿 秋 他跑过去 在大理石楼梯上追到了他 嗯 你想在情人节跟我去霍格莫德吗 哦 是的 他羞红了脸 灿烂的一笑好 那么 就说定了 哈利感到这一天还不算完全失败 他在下午上课前 到图书馆去找罗恩和贺米诗 脚步不绝也抬得高了 但到了晚上六点钟 就连成功的约了秋章 也不足以减轻哈利的不祥之感 这感觉 随着他朝思内谱办公室卖出的每一步而增强 他在门外停了一会儿 希望自己是在别处 只要不是在这里 在哪都行 然后他深深吸了口气 敲门进去 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 架上放着几百只玻璃瓶 黏糊糊的动植物标本 浮在五颜六色的药剂中 角落上一个柜子里 装满了斯内谱 曾经不无根据地指责哈利盗取的药材 但哈利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书桌上 烛光里有一个刻着神秘351 符号的浅浅的石盆 哈利一下认出来了 瞪不利多的冥想盆 正在那么他摆在这前上 斯内谱冷冰冰的声音从阴影处传来 把他吓了一跳 把你身后的门关上 波特哈利照办了 恐惧地感到他把自己关了起来 他转过身 斯内谱已经走到两处 无声地指指书桌对面的椅子 哈利过去坐了 新内谱也坐下来 冷酷的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哈利 脸上每一道纹路都刻着厌恶 好 波特 你知道来这钱什么 他说校长要我教你大脑封闭数 我只能希望你比在魔药课上聪明一点 是哈利不敢多话的达到 这也许不是一般的课 波特 斯内谱的眼睛阴险地密封起来 但我还是你的老师 你任何时候都要日Q我先生或教授 是 先生哈利说 好了 大脑封闭数 在你教父的厨房里我告诉过你 这一只法术能够防止头脑受到魔法的入侵和影响 为什么邓布利多教授认为我需要他 先生 哈利直视住斯内谱冷酷的黑眼睛 不知他会不会回答 斯内谱瞪了他一会儿 轻蔑地说 就是你到现在也该想通了吧 波特 黑魔头极其擅长设人取念 那是什么意思 先生 即从另一个人的头脑中提取感觉和记忆 他能读人心吗 哈利马上问 他最担心的是被证实了 你没用心 波特 斯内谱说 他的黑眼睛闪住冷光 你不懂得微妙的区别 这是时尼把药剂配得如此糟糕的缺陷之一 斯内谱停顿了一会儿 显然在品味着侮辱哈利的快感 然后继续说 只有麻瓜才讲读人心 人心不是一本书 不可以随意翻阅 思想也不是刻在脑壳里的 不可以让人钻进去读 人心是一种复杂的 多层次的东西 波特至少多数头脑是 他笑道 然而会设神取念的人 可以在某些情况下研究别人的头脑 并做出正确的解释 比如说 黑魔头几乎总能看出别人对他说谎 只有擅长大脑封闭术的人 才能封住于谎话矛盾的感觉和记忆 在他面前说谎而不被发现 不管斯内谱怎么说 摄神取念在哈利听来还是像读人心 而且他一点也不喜欢他的读音 那他能知道我们现在想什么吗 先生 黑魔头离得很远 火格沃茨的院墙和场地 有许多古老的魔咒守护住 导正了校内人员的身心安全 斯内谱说 时间和空间对魔法是有影响的 波特 目三百五十二 光接触对摄神取念往往很关键 那我为什么还要学大脑封闭术 斯内谱瞟着哈利 用一根细长的手指摸着嘴巴 常规似乎不是用于你 波特 那个没能杀死你的咒语 似乎在你和黑魔头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 迹象表明 有些时候 当你的头脑最放松 最脆弱时 比如在睡梦中 你能感知黑魔头的思想和情绪 校长认为不应任其继续下去 他要我教你怎样对黑魔头 封闭你的思想 哈利的心咚咚直跳 这解释不通啊 可邓布利多教授为什么要制止呢 他突然问 我不大喜欢这感觉 可是他挺有用呀 我是说 我看到大蛇洗击韦斯莱先生 不然邓布利多教授可能救不了他 是不是 先生 斯内谱看了哈利一会儿 依然用手指摸着嘴巴 然后缓缓开口 庞扶在针肘每个字眼 黑魔头似乎直到最近才发觉 你和他之间的这种联系 在此之前 似乎是你能感知他的情绪和思想 他却浑然不知 但是你圣诞节前的那个梦 维斯莱先生和蛇 别打断我 伯特斯内谱凶狠的说 我说道 你圣诞节前的那个梦 如此严重的侵入了黑魔头的思想 我是在蛇的脑子里 不是他的 我想我刚说过 别打断我 伯特 但哈利不在意斯内谱发火 他终于抓到了根子 他身子往前探了过去 不知不觉已经坐在椅子的边缘 身体绷得紧紧的 就像随时准备逃跑一样 我感知的是伏地魔的思想 怎么又用水眼看东西呢 不要说黑魔头的名字 斯内谱喝道 一阵难看的沉默 他们隔住冥想盆怒目相对 邓布利多教授也说他的名字 哈利小声说 邓布利多是本领高强的巫师 斯内谱阴沉地说 他可能不会沿这个名字 但我们其他人 他似乎是不自觉地摸了摸左胳膊 哈利知道那是曾经落有黑魔标记的地方 可能斯内谱冷淡的 莫不关心地说 这就又回到了大脑封闭树 斯内谱从袍子里抽出魔杖 哈利身体绷紧了 但斯内谱只是把杖尖举到太阳穴上 插到油腻的发根中 当他拿开魔杖时 杖尖上连层一缕银色的东西 像粗粗的竹丝 他把它扯断了 让它轻柔地落到了冥想盆里 在盆中旋转成银白色 既非气体又非液体 斯内谱又两次把魔杖举到太阳穴上 把银色的物质加入石盆中 他没有解释 只是小心地把冥想盆捧到靠边的架子上 然后转过来手持魔杖对住哈利 站起来 拿出你的魔杖 波特哈利紧张地站了起来 两人隔着桌子对峙住 你可以用魔杖解除我的武器 或用你能想到的其他方式自卫 斯内谱说 你要做什么 哈利害怕地看住斯内谱的魔杖问 我要进入你的大脑 斯内谱轻声说 我们要看看你的抵抗能力 我听说你已经显示出对夺魂咒的抵抗力 你会发现这里要用到类似的能力 现在准备 设神取念 斯内谱突然出手 哈利还没来得及准备抵抗 办公室在他眼前晃动着消失了 一幅幅画面像放电影般的在他脑海中闪过 他已看不到周围的东西 五岁时他看住达利骑在红色的新自行车上 他心中充满了嫉妒 九岁时他被看家狗利皮赶到树上 得斯里一家在草坪上哈哈大笑 他戴着分院帽 听到他说他可以去斯莱特林 贺民躺在校医院 满脸黑毛 一百个射魂怪在黑暗的湖边把他包围了 秋在泄际生下向他靠近 不 哈利脑子里有个声音叫道 你不能看这个 你不能看 这是私人的他感到膝盖一阵剧痛 斯内谱的办公室回来了 他发现自己倒在地上 一只膝盖在周腿上重重的磕了一下 他抬头望望斯内谱 见他在揉着手腕 那有一道红肿的鞭痕 像一个烙印 你想使这人皱吗 斯内谱冷冷的问 没有哈利怨恨的说 一边从地上爬了起来 我想也是斯内谱轻蔑的说 你让我近的太深 你失去了控制 你全看到了 哈利不知自己想不想听到回答 一些片段斯内谱说着撇了撇嘴 那条狗是谁的 354 马吉姑妈的哈利小声说 心里恨透了斯内谱 不过作为第一次还不算太差 斯内谱又举起魔杖 你终于阻止了我 尽管你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大喊大日 你必须集中精神 用你的脑子抵抗我 不需要用魔杖 我会努力的哈利愤怒的说 但你没告诉我怎么做 礼貌 波特 斯内谱凶狠的说 现在我要你闭上眼睛 哈利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才照办了 他不喜欢闭眼站在那 让斯内谱拿着魔杖站在面前 排除杂念 波特 斯内谱冷冷的声音说 丢开所有的感情 但对斯内谱的愤怒仍像毒液一样 冲击住他的血管 丢开愤怒 还不如丢掉一条腿容易先 你没有做到 波特 你需要约束自己 集中思想 开始 哈利努力清空头脑 不去思考 不去回忆 不去感觉 再来 我数到三 一 二 三 设神取念 一条黑色的巨龙在他面前张牙舞爪 他的父母在魔镜中向他招手 塞德里克迪格里躺在地上 两眼无神的瞪着他 不 他又跪在了地上 脸埋在手心里 脑子生疼 好像有人要把他从脑壳中抽出去一样 起来 斯内普立声说 起来 你没有做 没有努力 你让我看到你所害怕的记忆 等于再给我武器 哈利站了起来 心脏砰砰狂跳 好像真的刚看到塞德里克死在墓地里一样 斯内普看上去比平常更苍白 更愤怒 尽管远不如哈利愤怒 我努力了 他摇住牙说 我叫你丢开感情 是吗 我现在觉得很难做到哈利吼道 但你很容易被黑魔头利用 斯内普残酷的说 骄傲的 感情用事的傻瓜们 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 沉溺在悲伤的回忆中 让自己那么容易受刺激 一句话 软弱的人 他们在他的魔力面前不堪一击 他要侵入你的思想 易如反掌 波特 我不软弱 哈利低声说 他怒火中烧 觉得自己马上就有可能揍斯内普了 那就证明他 控制自己 斯内普残制道 克制你的怒气 还好你的大脑 我们再来 准备 摄神取念 他看着冯农一副把信箱定死 一百个射魂怪从湖上朝他飘来 他和维斯莱先生在一条没有窗户的走廊上集行 离走廊尽头的黑门越来越近 哈三五五 李想进去 但维斯莱先生把他领向左边 走下时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又扑倒在斯内普办公室的地上 伤疤针扎一般的痛 但从他嘴里发出的声音却是欢喜的 他撑起身子 看到斯内普手举魔杖瞪着他 这次斯内普好像没等哈利反抗就撤出了魔咒 怎么回事 波特 他盯着哈利问 我看见 我想起 哈利喘着气说 我刚刚意识到 意识到什么 斯内普立声问 哈利没有马上回答 他揉着额头 还在回眉那一刻令人目眩的顿悟 他几个月来经常梦见一条没有窗户的走廊 尽头有山上锁的门 但从未意识到它是个真实的地方 现在回忆起来 他发现那就是他和维斯莱先生8月12日赶往审判事实经过的那条走廊 他通向神秘寿物寺 维斯莱先生就是在那被伏地魔的蛇咬伤的 他抬头傍着斯内普 神秘是武斯里有什么 你说什么 斯内普轻声问 哈利痛快地看到他有些慌张 我说神秘是武斯里有什么 先生 你为什么问这个 斯内普缓缓地问 因为哈利紧盯着斯内普 看他有什么反应 我看到的那条走廊 我几个月来一直梦到他 我刚刚意识到他通向神秘是武斯 我想福地魔渴望得到呢 我cue你别说黑魔头的名字 他们怒目相向 哈利的伤疤又着痛起来 但他没管他 斯内普似乎有些紧张 说话时却努力装出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样子 神秘是武斯里有许多东西 波特 没有几样是你搞得懂的 而且哪样都不管你的事 我说清楚了吗 清楚了哈利说 还在揉着伤疤 他越来越疼了 我希望你星期三同一时间过来 我们继续练习 好的哈利说 他迫不及待的想离开斯内普的办公室 去找罗恩与赫敏 你每天晚上睡觉前 要排除一切感情 使你的头脑空白而平静 明白吗 明白哈利说 但他几乎没有听 小心 波特 我会知道你有没有练习 是哈利小声说 他把书包甩到肩上 快步朝门口走去 开门时 他回头看了看斯内普 他正背对着哈利 用魔杖把他的思想 从冥想盆里挑出来 小心地放回脑子里 哈利轻轻带上门 伤疤还在突突地痛住 356 他在图书馆找到了 罗恩与赫敏 两人正在赶 乌姆里奇心布置的一堆作业 其他学生几书全是五年级的 也都坐在电柱灯的桌前 鼻子凑在书上 玉毛笔刷刷的狂血 窗外的天色越来越黑 唯一的声音就是 平思夫人的鞋子大大轻响 他在过道里威胁地来回巡视 把气壶到碰他那些宝贝图书的人的脖子上 哈利有点哆嗦 伤疤还在痛住 他觉得有点发烧 在罗恩与赫敏对面坐下时 他在窗户中照见了自己 十分苍白 伤疤似乎比平常更显眼了 怎么样 赫敏小声问 然后露出担心的表情 你没事吧 哈利 没事 我不知道 哈利烦躁地说 痛得皱了皱眉 告诉你们 我刚发现了一件事 他讲了刚才看到和推想的事 你 你是说 罗恩小声说 平思夫人走了过去 带着哒哒的轻响 那件武器神秘人 要找的东西藏在魔法部 神秘是物丝 应该是 哈利巧声道 我跟你爸爸去审判事实 看到过那扇门 跟他被蛇咬时 看守的是同一扇 赫敏常常地嘘了口气 当然了 我想谁都会发虚的 灵魏特敏同情地说 我们回公共休息室去吧 那会舒服一点 但公共休息室里闹哄哄的 弗雷德和乔治 在演示笑话上边的最新产品无头帽 乔治吆喝道 弗雷德挥舞着一顶 是有粉红色羽毛的尖四道 来外两个加龙一顶 诸位请看 弗雷德笑嘻嘻地把帽子套到头上 一杀内奸他显得很傻 然后帽子和头一起消失了 三百五十七 几个女生尖叫起来 其他人哄堂大笑 脱帽 乔治喊道 弗雷德的手在肩膀上摸索了一阵 他的头重新出现了 粉红色羽毛的帽子被摘了下来 那帽子是怎么做的 贺民也分了身 仔细观察着弗雷德和乔治 显然是一种隐形柱 但把隐形区域扩大到失了魔法的物体之外 是蛮聪明的 但我想这魔法不会持续太久 哈利没有回答 他还是不舒服 我明天再做吧 他把刚从书包里拿出来的课本又塞了回去 记载你的家庭作业计划不少 贺民建议道 这样你就不会忘了 哈利和罗恩交换了一下颜色 他从书包里掏出计划布 小心地打开了它 不要说以后做 你这个二流货 本子斥子到 哈利草草记下无母理气的作业 贺民满意地笑了 我去睡觉了 哈利把座椅计划布塞进了书包 心想一有机会就把他丢到火里去 他穿过公共休息室 躲开想给他戴无头帽的乔治 走到通往男生宿舍的安静凉爽的石楼梯上 他感觉很难受 就像梦见蛇的那天晚上一样 但他想也许躺一会儿就好了 他打开宿舍的门 刚往里走了一步 脑袋就像被切开似的疼了起来 他不知道身在何处 站着还是躺着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疯狂的笑声在他耳中回响 他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兴高采烈 欣喜若狂 得意忘形 一件大大的好事发生了 哈利 哈利 有人打了他一个耳光 疯狂的笑声中插入一声疼痛的叫喊 快乐渐渐消失 但笑声还在持续住 他睁开眼睛 发现那疯狂的笑声 是从他自己嘴里发出来的 他一意识到这点 笑声就消失了 哈利气喘吁吁的躺在地上 瞪着天花板 额头的伤疤可怕的跳动着 罗恩俯身看住他 看上去很担心 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 哈利坐了起来 他很高兴 很高兴 神秘人 有一件好事发生了 哈利都浓道 他像梦见维斯莱先生被水咬之后那样浑身巴抖 非常难受 他一直盼望的事情像在格兰芬多队更衣室那次一样 这些话 庞弗是一个陌生人用哈利的嘴说出来的 但他知道这是实情 他深深的呼吸 不让自己吐在罗恩身上 他很庆幸迪安和西莫不在场 358 赫敏让我来看看你 罗恩低声说 一边把哈利拉了起来 他说你这会儿的抵抗力很弱 斯尼普折腾过你的脑子之后 但我想长远看会有用的 是吧 罗恩怀疑的看看哈利 把他扶到床边 哈利没信心地点点头 弹靠在枕头上 因为晚上摔的那些胶而浑身疼痛 他的伤疤还像针扎般的疼 他不禁怀疑第一次学习的大脑封闭术 反而削弱了他的抵抗力 同时他怀着极大的恐惧揣测住 究竟是什么是让伏地魔感觉到 14年来从未有过的开心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感激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 和给我一个大目沟哦 请不吝啬的